那我就说如果现阶段想分阶段收集一些货 他说哪些股份值得留意 你刚才就说过700你也看好了 那可不可以给多两只 其实我觉得科网股是会留意的 科网股留意些什么有个稳定现金流的状况 大只的相对地比较安全 腾讯整节说了很多次了 你进取营的 真的在说弹三我觉得一定没事的 你可以拼美团的 美团近期的股价走势 非常恐怖啦 虽然有很多政策打压 但我相信外卖业务上面的现金流仍然是稳定 但我真的不是特别主张那些跟车不贴的人去拼美团 所以我比较主张就是说腾讯物主 但是记住过去半年我们常常都说 你不要把资金集中在一两个板块上面 你都要分散投资的 除了科网股之外 还有一些可以留意的就是疫情后 带动过整体变动上面就是那些 那些逆后复苏股份 之前说就有1997和293 但当然之前升了很多了 今天你看到两者都是开始有个 获利回数跟市况一样的 另一方面还有电动车 我觉得电动车这些位置开始要想的 因为问题就是油价高企 很多分析都说很有利EV的静体需求 所以电动车厂上面就算面对零部件紧张 它们都能够加价 电动车可以想些什么 1772 还有可能比亚迪 以这两只为主 但当然也是同样道理 你胆三毛不怕的 大不了输的 肯止舌的 你可以博小鹏 博理想那些 那些波动性更加之大 但那些 你要控制到才行 控制不到 我们会觉得安全一些以分共风 和比亚迪为主 还有很多不同的投资主体 譬如有些银行股 我觉得都可以开始在收集阶段 内房股 你也可以像688那些 开始在一个收集阶段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我会主张是以分散投资 和分铸扣纳为主 所以市况在这个阶段上面 老实说 真是本多中成的 你多本 你存得多现金的时候 在这些位置博 那你就有机会可以跑出 那 相反地你是有货的 就继续保持 但是短线来说 在那些板块上面 还有些很高风险的 比如电动车 车股上面有些人博电动车 但是讲长盛 吉利那些 我们觉得会差一点 跟别人科网股上面 有些没有很稳定盈利能力 那些 还在销钱 好像什么 线上医疗板块 平安好医生 或者说好像京东健康 阿里健康那些 我们不会主张建议你乱去博 或者云业务那些 我们都不主张去博 所以你说分清楚 这一刻我觉得 这间公司是稳健的时候 你博的什么就是近期市况 太过差了 很多东西沽过来 那些淡友沽得太过凶狠的情况下 短线现在在做一个correction 有机会搭一个整固期 而整固期就是选择去分注收集 差不多了